我們看這一瓶 它這兩個圓的半斤,分別是一個2,一個6 然後呢,它說 外公切線的切點是A跟B 這是A跟B 試求AB的長,AB的長就是外公切線 現在問題是O1O2是等於8 因為這個是相切、外切 O1O2 這個也是等於8 所以它外公切線的長度A跟B 等於多少呢 O1O2的平方 減掉呢 R1-R2的平方 然後再開更好 O1O2的平方 O2O2是8 不是8的平方 減掉呢 6-2是4的平方 那我4可以抽出來 4抽出來後就是2的平方 減1的平方 所以是4跟3 好 那灰色部分的面積 這怎麼求 我們看哦 我們看哦 這是T型的面積 然後扣掉什麼呢 這兩個扇型的面積 那現在 現在是說 嗯 這個角度等於幾度 這個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這是8 然後呢 這是4 這6-2 這是4 所以這是30度 因為這指甲 1比2比3 這是30度 所以這是60度 60度 那是30度 30度加90度多少 30加90 這是120度 或者是說這兩個戶 這樣也可以 這是120度 所以這個灰色部分的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 這個面積 等於T型面積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高是AB AB是4跟3 上底加下底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除以2 那扣掉了 扣掉大的三型面積 那扇形面積 這角度60度的話 剛好是整個圓的六分之一 6636 因為整個圓是360度 六分之一 乘以πr平 πr 現在是6 6的平 那再扣掉多少 扣掉這個小的扇形的面積 120度是整個圓的三分之一 這三分之一 πr 現在是8 現在是2 2的平方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來了 2的4 這8 2816 16 √3 1816 16√3 幾乎多少呢 這6可以約掉一個 這6π 6加上3是4π 算多少 18 18加4是22 所以這3分之22π 3分之22π 這是斜線部分的面積 那AV的長已經算出來了 斜線部分的面積就是這個 這3分之一 1 2